电视剧《演习攻略》的爆红 拖沓的感觉 深的想不活都不行 女一活了是必然的 男一活了也不是搭顺风车 女二活了 绝对是演技的爆发 有人说 连女一的武器连不够斑 连鼓鼓的像纸吉娃 是不是得了假抗 这就是不懂的 先去看看她以前表演 再来说 她所表现的巨大进步 只要是不眼下的都看得见 所以红到发子也就理所当然 对新生小花旦可以随便羡慕 极度就不好了 男一是乾隆皇帝 聂远把她演得活灵活泄 这才是一个符合观众预期的形象 任性霸道又有点小心眼 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妃子多了腰 我自酒度 逼着自己去做思想工作和安抚工作 看上去很厉害 头疼也要展现从容 力不从心也要努力坚持不懈 敬业精神堪称楷模 看以前别人演的 跟她演的一比 没有味道了 老百姓都不太想做的那样的皇帝 就像当聂远演的这种风流皇帝 妇女主任都应该向聂远的乾隆皇帝学习 开展工作就不再画下了 所以聂远完全是用她的演技碾压 那太多的皇帝专业户 把乾隆重新定型 这一波红一把完全心安理得 但女儿复查皇后的大爆发 就不是大家能想象的了 完全出乎意料 根本原因就是秦兰演得太好了 这样的复查皇后 完全符合观众预期的皇后风范 甚至有人给予这个角色极高的评价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于是大家使劲 肯定秦兰的演技 让她红的颜色全部变成紫色 就这样 电视剧延续攻略 立下了两个标杆人物形象 一个是乾隆皇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